大家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在礼拜四之前 因为受到西南季风 西南气流的影响 全南的天气都不太稳定 尤其是中南部很容易下大雨 那么中部以北地区也很容易 午后雷震雨提醒大家要特别当心 那么为什么最近天气会这么不稳定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台湾周围 目前是被整个低压带的环流所笼罩 可以看到有两个低压的中心 一个是在琉球附近的海面上 另外一个是在广东的外海 在南海的北部 那么这两个低压中心 也形成了一个相当旺盛的一个水气带 那么除此之外 因为目前有相当旺盛的西南气流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广东外海的这个低压环流 因为它会像是一个马达 一个邦普一样 把原本就发展很旺盛的西南风 加强它的整个风速 让整个西南风变得更旺盛 那么今天也因为整个环流的影响 造成我们台湾相当明显的南风 把南边的水气给带上来 所以今天主要是在我们南部地区 有相当明显的降雨 另外中部以北 可以看到在整个云路上面 也慢慢的有一些对流云气 长出来了 来看一下今天主要下雨的范围 主要是在我们台东 屏东高雄还有台南附近 另外在中部以北 也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提醒大家 目前在南部的这个雨势 可不是午后雷震雨 是因为西南风 还有偏南风 把旺盛的水气给带上来 所以预计这个雨势可能不是到晚上 就会缓和下来的 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去中部以北的雨势 预计在晚上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但是未来几天 这种雨势都还会持续 都还会出现 我们从未来几天的云图上面 可以看到 主要要注意的是 我们南边的这个广东 附近的低压环流 可以看到水气在这个地方 那么未来几天要特别注意的是 随着太平洋高压 逐渐往西南方延伸 把整个低压的水气带往北边抬升 所以预计未来几天 这个水气带位置会逐渐往北边移动 会更接近我们台湾 也会造成台湾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尤其是明天开始 随着这个风向 从原本的偏南风 转成比较明显的偏西南风 所以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可能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尤其是中南部要特别注意 北部也会有午后的雷震雨 所以从外景天下雨的图上面 可以看到像这个粉红色 红色到粉红色到淡粉红色的区 就代表说是雨势下最大的地方 到礼拜二之前 在我们中南部山区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包含我们中南部的平地都要特别注意 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包含礼拜一三也是 在我们中南部也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在礼拜四开始之后呢 雨势会慢慢的缓得下来 但是我们南部还是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山区也还是会有相当明显的雨势 那么目前气象局也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台东 屏东跟高雄发布了 可能会有大豪雨发生的可能性 另外在我们中南部地区 还有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可能会有豪雨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 外几天都要特别当心 那从风的图下面可以看到 这边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比较明显的偏南风 把南边的水汽给带上来 明天随着太平洋高要往西深 整个偏南风 强风走的位置会慢慢的北台 风向也会转成比较偏向西南风 所以西南部地区的 整个西班部地区都会变成迎风面 都要特别注意 另外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风的图上面 颜色越深的 就代表是风数越强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提醒大家 外几天我们西班部 包括我们全台湾附近 在沿海地区都可能 比较容易有强风出现 尤其是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那么沿海的风浪也会比较大 提醒大家如果前往海边活动 要特别注意安全 在温度的部分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原则上还是比较热 都是红通通的一片 因为主要是西南风 把南方的暖空气给带上来 但是因为最近这边 云量比较偏多 所以遮挡住了太阳 那么让整个太阳辐射 造成的真温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预计外几天 原则上还是比较闷热一点 但是温度不会升得那么高了 来看一下更详细的天气 北部的话 礼拜五之前都是晴朗 但是可以看到 还是会午后雷震雨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降雨期率都60%到80% 低温大约是27度左右 中午高温大约是32到33度 南部的话天气就比较不稳定了 到礼拜五之前都是很容易下雨 尤其是礼拜二之前 降雨期率有高达8成到9成 礼拜三开始到礼拜五 也有7成左右 低温27到28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30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外一个礼拜的天气 持续在礼拜四之前 都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 全台湾要留意持续性的大雨 前往山区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一直在礼拜四之前 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的 以上就是今天天气